爱情公寓是很多小伙伴心中的经典之作 从第一季到如今马上就要播出的第五季 总共五季的时间却用了十年 剧中不老头的梗总是会让人看得哈哈大笑 因为人物设定的太过鲜明 所以很多网友在看到他们演其他的角色 还是会看到爱情公寓的影子 当时饰演美家的李星宁 就因为不想要被美家的角色束缚 决定辞演这个角色 所以用那一季的时间接了一些其他的剧 但是完全没有水花 最后再次回去和导演道歉 才回去继续拍摄 而最近的采访中被问到爱情公寓 对于李星宁来说意味着什么事 李星宁则表示这应该是他的最后一部戏 说着就流下了眼泪 其实原因大家应该也都能够猜到 爱情公寓结局后 被角色束缚的演员是很难再接到别的戏的 李星宁也没有其他的优势 想要竞争确实是很难了